以前的视频介绍过身高213公分 体重150公斤的史上最高大拳王 东方巨兽瓦鲁耶夫 但巨瓦的吨位与本期的主角相比 也只能甘拜下风了 如果满身坠肉 125公斤的安迪鲁伊兹站在他身旁 就只能算个小可爱 本次的主人公就是大名鼎鼎的奶油豆 Eric Ash 他身高180公分 体重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70公斤 巅峰时更是超过190公斤 远看他就像充满气的皮球 这种身高体重 放在普通人身上连行动都会不变 更别说当运动员了 可这位憨态可居的大胖子 一上拳台就化身野兽 凭借压倒性的体重优势 以残暴重拳摧毁对手 奶油豆生涯完成过高达91场职业比赛 取得了77胜四平一副的战绩 并在拳台奋战到46岁 他的败气也大多是在生涯末期遭遇 此外 这位强悍的胖子还在37岁高龄 进军踢拳和综合格斗界 完成了7场踢拳比赛和28场MMA比赛 他的生涯超负荷进行了126场职业比赛 这个强度对于一个体重直逼400磅的大胖子来说 简直无法想象 奶油豆还有一个绰号就是四回合之王 意思说他在四回合内有着秒杀一切的能力 很多拳迷都调侃说 他能够在四回合内击溃巅峰泰森 至于奶油豆有没有能力击败泰森这个话题 我们还是放到最后再聊 Eric Ash于1966年8月3日出生于美国乔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 他的成长历程充满不幸 母亲在他8岁时便离开人世 由于他小胖子的形象 在学校里也经常遭受同学霸凌 但这些挫折也日后促使他练习拳击 奶油豆拳击生涯的开端也非常有趣 当时他还在一家工厂上班 几个朋友本着想让他出丑的目的 帮奶油豆偷偷支付了当地一次拳击锦标赛的入场费 由于体重严重超标 为了达到400磅的参赛体重限制 他不惜一切代价减肥 主要靠吃鸡肉和奶油豆 当他登上拳台时 朋友们便向他起哄 异口同声地喊道Butterbeam Eric奶油豆的绰号也因此得名 本想嘲笑他的几个朋友也万万没有想到 奶油豆竟获得了锦标赛冠军 他的拳击梦就是在这么一次偶然的经历下正式开始 1994年末 28岁的奶油豆正式开始了职业生涯 他的第二场比赛就进行了全美直播 当时可没有任何拳手拥有如此待遇 因为他夸张的形象早已被人们熟知 这场比赛 奶油豆的对手是满身肌肉的黑哥哥 Dog Norris 两人一开场就短兵相接 开始了护侦模式 奶油豆虽然身材极度臃肿 但勾拳却是异常凶猛 灵活度也相当了得 对手根本没有招架能力 在奶油豆左右勾拳的狂轰烂炸下 Norris在第二回合就被揍得不省人事 毫发未伤的奶油豆 随后几乎是每个月完成两场比赛 基本都是凭借暴力勾拳解决战斗 第十场比赛 他的对手又是一位肌肉猛男 Paul Springer 可漂亮的肌肉不代表能打 两季右勾拳 奶油豆简单粗暴地完成KO 仅耗时47秒 看看这一季重拳有多么残暴 奶油豆右腿蹬地充分发力 接近400磅的体重都压在这一拳上 对手直接被打飞 1995年10月25日 奶油豆又面对一位巨无霸 Pat Jackson 他身高198公分 体重275磅 奶油豆开始的确遇到一些麻烦 被对手的刺拳和移动控制在外围 但Jackson与泰森副里 可是差了10个约书亚的距离 奶油豆很快摸清了他的简单套路 以下潜突进的方式晋升 再以勾拳轰炸 对手很快被打得步履盘山 逐渐失去招架能力 这时出现了极具戏剧性的一幕 可能裁判不忍直视Jackson被继续按着摩擦 便冲上去想要叫停比赛 可奶油豆一记右勾拳来不及收回 竟直接将裁判打挺在地 最终奶油豆替KO获胜 以KO裁判的方式终结比赛 相信在整个拳团都是闻所未闻的 下一场对阵身材如健美运动员般的Louis Monaco 又成为奶油豆生涯最精彩的表演之一 他在开局第一秒钟就完成击倒 不到30秒 又用右勾拳放倒对手 回合快进行到一分钟时 又一记残暴右勾拳 肌肉男直接被送入梦乡 这次奶油豆利用对手出拳 没有及时收回的瞬间 抓准时机完成KO 可见在出拳后迅速收手户头的重要性 也可能这位老兄肌肉实在太过僵硬 影响了灵活度吧 和泰森一样 奶油豆也同样配得上 一回合KO之王的称号 在他生涯了58场KO胜利中 20场都是一回合内结束战斗 而他最快解决对手的记录 要比泰森还要快得多 1996年3月19日 奶油豆面对James Baker 这就是比赛的全部过程 手起刀落 10秒钟内对手就倒地不起 一个月后 对阵Richard Davis 又是简单粗暴的一回合KO 奶油豆将对手逼至围绳 先下前躲过进攻后 立即右勾拳击腹 迫使对手双手完全放下 再向上一记强劲左勾拳 奶油豆的比赛就是这样直接暴力 同年12月 奶油豆又赢得了一场标志性的一回合KO胜利 受害者是Sean Jagan 三记勾拳 拳拳致命 这段时间奶油豆的比赛密度极大 最夸张的时候一周就安排两场比赛 不得不感慨 胖子的极限也是深不可测 也有可能是他完成比赛实在太过轻松 解决战斗也就是几十秒钟加几记勾拳 奶油豆在两年左右完成了30场比赛 取得了29胜一副的辉煌战绩 凭借优异的表现 终于获得了人生第一次挑战拳王头衔的机会 1997年4月12日 对手是IBA超重量级拳王Ed White 此人也是位巨无霸 身高201公分 臂展206公分 体重260磅 身材处于绝对优势 然而人高马大 体格壮瘦的White显得十分笨拙 初拳也有些拖泥带水 反观奶油豆则是灵活自如 出拳爆发力十足 速率也更胜一筹 奶油豆的勾拳虎虎声威 完全不像是一个超过350磅的胖子打出的 第二回合 被逼近围城的对手无路可逃 奶油豆一击右勾拳 黑大哥被直接打挺在地 无法动弹 年满30岁的奶油豆获得了IBA金腰带 尽管这条金腰带不属于四大拳击组织 但对于他自己来说可谓如获至宝 奶油豆接下来开始了捍卫金腰带的道路 他的未免之路也是一马平穿 几乎没有任何挑战 用各种方式将对手揍得人仰马翻 1999年2月13日 奶油豆的第13场未免战 对手是Patrick Graham 奶油豆又把自己的残暴展现了淋漓尽致 在对手连续出刺拳之际 奶油豆抓准时机 与右勾拳完成了第一次击倒 Patrick脖子都被打歪 第三回合开局 奶油豆一把对手轰出拳台的方式终结比赛 先是一记左手拳将牙套直接打飞 再一记body shot 对手直接倒出围城 奶油豆另外的一场经典闪电战 要属于George Lindberger的比赛 这是他第27场未免战 仅耗时15秒 奶油豆使出了他标志性的组合拳 右手body shot 使对手报价本能放下 然后左勾拳接踵而至 奶油豆的最大梦想是摧毁泰森 尽管取得了30多场未免战的胜利 可始终无法取得挑战泰森的机会 2003年 挑战泰森无望的奶油豆宣布进军 踢拳界和MMA界 登陆了K1 Pride等著名赛事 从此开始三线作战 但奶油豆年事已高 再加上隔行如隔山 因此没有取得多大成就 但他的勇气可佳 奶油豆直到2013年才从拳坛引退 好了 现在把话题放到奶油豆能否认击败泰森这里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有人认为 奶油豆能在四回合内硬刚击败泰森 关于奶油豆泰森孰强孰弱的问题 我相信真正的拳迷都应该懂得 这种问题毫无讨论价值 也根本没必要从技术层面进行分析 奶油豆不断叫嚣泰森 而始终无法得到回应的理由 懂的人应该都亲知肚明 因为这两位完全不处在同一纬度 要比无垒和C罗的差距还要大 奶油豆之所以叫四回合之王 是因为他的体能只够支撑四回合 而他生涯的91场比赛中 只有三场超过四回合 其中唯一一场十回合比赛 是对阵53岁高龄的前重量级拳王 Larry Holmes 结果还被老拳王全场控制 最终以点数落败 泰森是世界顶级拳王 而奶油豆则是连一场12回合比赛 都没有打过的拳手 所以他拿什么和泰森比较 随便一个重量级二流选手 就能够轻松吊打奶油豆 他的这种体型 注定成为不了一线拳手 因为敏捷性和体能 必然都会大打折扣 所以大胖子的战斗力 上限不会有多高 虽然奶油豆是一位 实力和名气严重不符的选手 但这丝毫不会影响 我对他的敬佩 一位从小饱受欺凌和挫折的胖子 并没有忍气吞声 向命运屈服 而是通过自己努力 实现了别人都认为 是天方夜谭般的拳击梦 并使自己的名字家喻户晓 战斗力也足以吊达 99%的肌肉猛男 这样的人生 难道不是精彩无比吗 是天方夜谭般的肌肉猛 是天方夜谭般的肌肉猛 是天方夜谭般的肌肉猛